在晨曼的学业当中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就是她上大学的时候 先是考上了中系的五美专业 是吧 中央系医院五美专业 对对对 后来她就自己自作主张就 你看中系多难考啊 非常难考 是吧 然后她自己就退学了 上了一年 然后宁可再去考一次高考 要上美院的 怎么想的 很有自信啊 那时候没有省系 不知道有省系 那时候就奔着艺术家去的 跟我们说说吧 那时候艺术家也不赚钱 说说啊 那时候艺术家 哪有现在画一张拍好一千万 那都绝对完全跟做梦似的 跟不可能的那种 对对 那时候艺术家 现在画家村穷得要命那种 就是 那你要在中系五美系吧 好歹也能给天爱女人 设计一个背景 对 是吧 是啊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 说实话 是因为那学校 就是说怎么说呢 我是习惯于在自由中 这种成长的这种 因为原来美院附中 就是中央美院附中吧 它属于那种比较自由的 那么一高中环境 跟这种普通高中比 其实简直是太自由了 就我们上午就画画 然后下午就是一两节 温哈课 然后就没事了 然后上周学校 就是管理比较严 因为他们有表演戏 表演戏吧 就是那个学校比较珍重的一个戏 就是说大家都看到表演戏 女孩子很漂亮 然后表演戏的这个男生很帅 然后怕他们有些问题 晚上早点熄灯 然后那个不许有人来访 来访的客人必须登记 哪怕是他妈也得登记 就是这样 然后就把你这个 舞美戏的给管住了 就把我们在一个宿舍 也根本搂一块 然后就是说 我就觉得太严格了 不太适合那种制度 就因为这个 管得严格 当然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专业吧 就是离人有点远 就是因为我是喜欢那种 比较观察人 然后因为我从小画的 都是人 对 舞美跟人确实有点远 它是跟故事跟场景 在一起的东西 对 接触的基本上就是 微缩景观 就是我们老师留在作业 就是说 就这墙角 这墙份 你用那个1000比1的比例做一个 然后什么的 然后这墙份 也必须按照这比例 一模一样什么的 就干的主要是这种工作 装修 不是 不是 不是装修 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 那个就是说唱会在里面 就可以应用到装修上 但是人家学的不是装修 是不是 是是是 但是所以当时要退学 家长会同意吗 这个蛮大的决定 对对对 其实对于那代家长来说 就是说上大学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对对 然后就是重要到就是说高考 就是全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现在也都还是 对对对对 然后我妈我爸实在是不同意 也没办法也管不了我 因为我已经长大成人了 然后就是说我是这个这个 我是下定决心的就是说跟我妈去商量的 而且我是比较有自信能再次考上 这个其他的艺术元校的 所以就是说这样 因为艺术学校相对来说呢 其实难度就是在这个 我们比较差的文化课上面 对对对 所以再努力再攻读一下 对对对 就是您这摸枪嘛 所以想当艺术家 这是你的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想法 从那时候翻 其实就是说艺术家这三个词呢 就是三个字呢 其实就是说在中国 我觉得这个 我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艺术家 你知道吗 因为老百姓一说艺术家 就是那个 就比如说好多老百姓 我刚刚去那其有巴看那画 这啥玩意儿我也能画 什么玩意儿 一遍一拖 然后什么那个 然后特兴师动众的 做一些行为艺术什么的 然后让人觉得莫名其妙什么的 我们那时候 你知道艺术家有很多趣事 然后就是说把大家 就比如说打电话说 我要做一个特别那个 牛的 牛的作品 你们都来吧 挂挂挂挂挂挂 挂挂挂挂 所有的朋友都到齐了 到齐完了以后 然后大家在这儿开始吧 开始吧 开始 行为艺术 然后这哥们就开始 扣藏那样 吐了 吐了 行了 表演完了大家结束 我特别关心你重新考了以后 那一年你考得怎么样 一般来说你放下功课一年 对 高中一年 高考一完就把课本都扔了 全忘了 然后你重新再考那一年 你的这个成绩怎么样 成绩比第一次考得还好